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今天必须跟她说 搬走 你听也没有 坐稳啊 天飞哥 昨天是我不好 你让蓝姐姐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我已经想明白了 喜不喜欢你呢 是我的事情 接不接受我呢 是你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 强迫你做任何决定的嘛 所以 祝福你跟蓝姐姐 但是你没有办法阻止我在心里默默地喜欢你 反正 我会一直等你的 像个傻瓜 祝福她 成全她 潇洒却看来勉强 爱着她 到底爱着她 找不到答案的荒谅 是谁说放就放 还是像我一样 还是像我一样 总没有说 正好 你们知道吗 这座大楼的五楼啊 超诡异的一道晚上 对对对对对 我也听说了 我也听说了 就是那个走廊上的灯啊 她莫名其妙地自己就会 忽散忽散 然后啊 那个电梯 明明是往上走的电梯 没有人要按的 她自动就会下来 然后电梯门 你不需要按开关 她自己就会打开十五秒钟时间 然后再自动关上 好像有很多人进去吧 其实完全没有的 就是这座大厦的保安吧 他们从来从来 都不会上五楼巡业班吧 如果说迫不得已 一定要上去的话 一定是三个人以上同行 而且大肆不坐电梯 真的啊 臭苦苦的 别说了 别说了 真的 小姨 你还不走吗 我交回班 天哪 你可真敬意 等等 那我先走了 走吧 走吧 对了 记得哦 可千万不要去五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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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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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文字幕——YK 你们知道吗 这座大楼的五楼啊 超诡异的一道晚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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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大妈吓我 有意思吗 你神经病啊 你别动手动脚的 来 放开我 见鬼啊 见鬼啊 喂 保安室吗 你好 我这电梯好像坏了 对 我们有两个人困在里面 你能找人过来修吗 好的 谢谢 凉灯啊 带我回家 冷静点 我捉弄你 你也抱了我了 我们扯平了 上帝朋友 上帝朋友 你冷静下来好吗 你越烦躁 就会越害怕 我 我听说是这样 上帝朋友 还挺不配合 嘿 没事的 会好的 嗯 神经病 到了八辈子的一事 好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打满下我 你有意思吗 神经病 怎么这么晚呀 我被上司送也就算了 我还被关到电梯里 不说了 不说了 郁闷 那走吧 上车 来 坐 哎呀 我说你们公司啊 搞得跟纳粹集中行事 啊 那么就打压你们 每次呢上班还那么晚 哎 你根本跟小陆说搬家的事啊 哦 我说了 不过需要点时间嘛 哎 对了 今天早上我看到 你骑车的时候 小陆搂着你的腰 有了 有吗 怎么没有啊 拜托啊 我又不是开宝马 我是骑自行车 再说了啊 哪有骑车的时候 不搂腰能坐得稳呢 那么你试试 我试就是 你 你来 你来 我怕你 来 你坐 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跟你说得搂腰吧 你不信啊 真是 就是故意的你 好舒服呀 我好想一直这么躺着 不用起了呀 你老就这么躺着吧 我上回网啊 天老师 你老师 给老师 我上班的火 war 我干吗 他还没办法 他要船压 他一直在把火炉 所以说 这铁老师 怪不得人家说啊 男人再也有钱 都不能让女人闲在家里 女人一闲在家里啊 就容易没事找事 说谁没事找事 你说谁没事找事 我说你呀 你不是就在没事找事吗 没事找事 你跟我别闹 别闹 没事找事 你跟我 我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见 小璐啊 你干吗呀 我 我就想问你一会儿 你还打不打游戏了 你要打的话 算我一个 都十天多了 不打了啊 回去 回去睡吧 晚安 我来吧我来吧 没事没事没事 我去睡吧 你自己弄点东西吃吧啊 好的 来 我快会了啊 挂了 拜拜 我发现你的水平越来越好了 必须的嘛 不得呀 又那个大牛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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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我今儿做了排骨的 吃完之后 我去洗碗啊 蓝姐姐 停飞哥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不比你差 别愣着打呀 没嘛 敢玩呢 我男朋友手艺好不好 应该不用别人来告诉我吧 还有 你以后出自己房间的门 能不能穿得住一点 我们只是合租关系 又不是一家人 你们能不能别打了 不想休息了 那我先回房间 好 我说你为什么让俩那么下不了胎啊 你越来越小肚鸡肠了 我只不过做了个排骨汤 人家客气表扬我两句 你干吗摆张臭脸啊 搞得现在关系那么紧 这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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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璐 小姨最近 上班工作压力有点大 你别往心里去啊 压力大 压力大就能乱发火 对吗 是 是他不对啊 我回去就说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代表他向你道个歉 什么时候 你可以代表我 向他道歉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道歉 好 好 那我出去了 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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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你这么小孩 给我一定是你臭标的 死天 死天 打过了没有 没有 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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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吃过了 来 什么 你跟我爸要来 小姨啊 你到上海那么久了 我和你爸爸两人呢 想到上海来看看你 顺便旅旅游 怎么样 你不欢迎啊 欢迎啊 当然欢迎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啊 好 好 来 热烈欢迎啊 好 拜拜 妈 我爸妈要来 来就来呗 你这什么表情 他们来 我就去借辆车 然后带他们 在上海逛两天 问题的关键是 他们不知道 我们俩住在一起 你还没告诉他们 是吗 我是哪儿借不得人是吧 不是啦 我们家家叫很严的 我妈又知道我未婚同居 还不把我吊起来的 要不这样 把我的东西呢 全部离起来 打包然后 送到小楼房间 让它装一下 我呢 去公司将就两碗呗 哪儿只能这样啊 那小楼什么时候赶走啊 我说你怎么变那么快 刚刚还要让小楼帮忙 现在就要改人家走 这女人真麻烦 这些女人麻烦 还搞多多女人回来住 我不管啊 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解决 反正我爸妈后天就到了 行 对 对 喂 是租车公司吗 我想这周末 我租一辆车 多少钱啊 三百 能不能便宜点啊 好好好 三百三百 那行 那我明天早就取车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我爸妈要来了 如果你要租车 我可以借给你啊 你的车 划一个划痕 都得几千块钱修 我用不起 不过谢谢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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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车啊就在停车场 走两步就到了 好 好 公司借给他的 公司不错啊 接车给你 好好好 来 师姐 上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师姐 上 好 来 师姐 这边 到了 好 阿姨好 师姐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她是我的室友小鹿 你看这姑娘长得多甜呢 你看就是个好姑娘 我们家小姨啊 脾气倔 性子急 如有得罪的地方 你要多担待点啊 阿姨 瞧你这话说的 齐时兰姐姐挺照顾我的 倒是我年纪小不懂事 还要她多担待呢 叔叔阿姨啊 你们今天肯定累了 我下厨给你们做饭去 我去 我去 不用客气 今天就等着我的手艺吧 等会儿啊 爸妈 我带你们去看看 我的房间 好好好 来 把包挂 来 爸妈 这是我的房间 欢迎知道 收拾得还挺干净啊 小姨啊 你一个人睡那么大一个床啊 究竟费得多是 又是吗 那租房子没得挑的 那个填菲忙的我去帮他啊 你们先看吧妈 去吧去吧 不错 不错 挺温馨的啊 陈老师很能干吗 那必须得呀 让我看看插着手 怎么了 不可以啊 不可以 来来来 我给你绑个蝴蝶结啊 今天我就要体现好男人的形象 该是怎么样的 好好好 你是我的美少女小飞飞啊 好了 你别闲着 你帮我打电 好 我来 我来 开锅了 开锅了 你这是什么好吃的啊 给加点水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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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漂亮的菜 来 妈 来 好好好 来来 小陆啊 来 一起吃 一起吃点吧 我就不吃了吧 我还要 还要加班 你们吃好了 拜拜 好好 再见 星期六还要加班呢 这小姑娘也挺不容易的 妈 你看这姑娘也不容易 那姑娘也不容易 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你闺女 知不知道 你还不容易呢 我看你就挺好 小田哪 又上京又会做菜 把你都养胖了 我怎么觉得小姨好像瘦了 就是 你别打岔啊 我说胖就是胖 我自己的闺女我还不了解 是你闺女啊 好像不是我闺女一样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桌子上的一桌子菜呀 你要是待在厨房里一辈子 都做不出来 那老看人吧你 我看我女儿就比我有福气 女人有没有福气啊 不是看在娘家 多么地娇生惯养 而是要看在婆家 多么地养真处优 小田 你说是吧 对 对 来来来 最喜欢吃的七红炒鸡蛋 我看你们在上海啊 有一段日子了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 妈 我都不着急急什么呀 我们採钱买房子呢 年轻人 还是先立业后成家 你懂什么呀 先成家后立业 自古以来都是 先成家后立业的嘛 家和万事兴 只有先成了家 才能专心致志地立业嘛 妈 你也看见了 上海房子三万块钱一平米 我跟天生的家 天飞忙活一年 连个阳台都买不起 拿什么成家呀 你以为你是精致育业呀 干嘛先买三万一平米的房子呀 郊区不是有八九千的吗 我们两家凑凑 帮你们出个小户型的首付 你们自己怀贷款 等有了钱了再买个大房子 现在的年轻人 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说得轻巧 八九千 那肯定是偏的不能再偏的房子了 贷款 那我们以后不就成房奴了 我和田飞来上海打拼 我们可不想把自己 绑架都快出上海的小房子上 你 阿姨 您别担心 我都想好了 我是不会让小姨受委屈的 最近我刚升了职 还加了薪水呢 我还合计着 和朋友凑点钱做点小生意 等我以后赚了大姐 我一定会在上海 买房子 然后和小姨结婚的 您二老其实也不容易 我们年轻人啊 不啃老 好 好 有志趣 有志趣 来 菲菲首席怎么样 嗯 坐好 好 喂 我们都是在这种服务 嗯 什么 蒋经理让我们现在去加班 不是我正正有事呢 大家都到啊 那好吧 我一会儿过去啊 好 怎么回事啊 都周末了公司让我们去加班 你这什么公司啊 平时加班就算了 现在还不让人暗示 年轻人吧 以工作为重 抓紧去吧 去吧 去吧 不是 叔叔阿姨真不好意思 那 那我先去了啊 去吧 去吧 没事 你 你照顾好啊 好 我先走了 来 照顾回来 开车小心啊 好嘞 走吧 我们去吃火锅 不是加班吗 是加班啊 开策划会 地点火锅店 余会者你跟我 不是 你搞什么鬼呢 名义上是跟你说加班 实际上呢 是让你放松放松 你看你在你未来的 丈母娘面前多拘谨啊 你上班都累吧 行 听你的 吃什么火锅 上车就知道了 走吧 先生 这是你的菜 好饱啊 这个锅好辣 真吃得下 请问您 还需要加点什么吗 给我吧 我要再加一份 极品雪花肥牛 澳洲肥牛 鱿鱼须海淡 少吃点 都吃过一轮了 吃不掉都浪费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那好吧 我再加一个鸭血 就这些吧 好的 请稍等 我 你有没有看过春田花花同学会啊 听过 但是没看过 不会吧 那么老土 行 我跟你讲个故事啊 若干年前呢 春田花花同学会的小朋友们 正在幻想着属于自己将来的理想职业 有的说 我要当一名医生 有的说 我长大之后 要当一名消防队员 有的说 我呢想去广东商务店里面当一名展机的 可是麦都特别有出息 你猜他说了什么 他说 我的志愿是要成为一名校长 每天收集学生的学费之后就去吃火锅 今天吃麻辣火锅 明天吃酸菜鱼火锅 后天吃肉骨头火锅 陈老师一直夸我 熟麦都 你终于找到生命的真谛了 所以生命的真谛就是吃 对 生命的真谛就是吃 尤其是吃火锅 你想把所有的美味都融在一个锅里 随着沸腾的香味慢慢享受 尼玛完美 怎么了 看什么 干吗 姑娘家的叔 别那么粗鲁心 粗鲁吗 我怎么不觉得 赶紧吃吧 赶紧吃吧 没什么 看到个认识的人 谁呀 哪里啊 哪个女孩 不是不是 那个男的 张嘴 干 他看上去挺脸熟的 要不要打个招呼去啊 睡不下 你吃点吃点 来 喂 这都是我的啊 一会儿 来 吃点蔬菜 好 火锅怎么样 我跟你聊聊 去外面 他谁呀 没事 我出去一下 你找我有事吗 你这是在干吗 小一要是看到你跟那个女孩会怎么想 我怎么了 我做什么了我 我只不过跟我同事吃个饭而已 你跑来凑什么热闹 再说了 你是蓝小一什么人 跑过来训我 蓝小一是我的员工 我不能让她受委屈 据我所知 经常让蓝小一受伤和受委屈的 应该是你爸妈先生 你以后好自为之小心一点 我会盯着你 我会盯着你 那是你仇人啊 干吗对你那么凶 没事 她是蓝小一的上司 上司就可以那么凶了 那她会不会跟蓝小一搞壮 告诉她也不怕 咱们两个没干什么 妈妈妈 你放大放大我来我来 你看看 你也长大了吧 你以前在家 可是有瓶倒了不带福的啊 那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外地 不做不行啊 要不这样 还是回杭州老家吧 你们下了班就能吃现成的 爸给你做 爸 你是来视察我的工作生活的 不是来动摇我的斗志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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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我啊 嗯 瞧得那麻利劲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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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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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嗯 這田妃肯定和小姨住在一块儿了 這不可能吧 怎麼不可能啊 早上啊 我在電腦桌上 看見胡须刀了 讓我 天非不住在這兒 哪來的胡须刀啊 這可不行 這這這這這 哎呦 你怎麼那麼老套啊 嗯 年輕人不都是剛才烈火嗎 你忘了你年輕的時候 也一樣好奇啊 哎呦 你說女兒就說 女兒扯到我身上 幹什麼 哎呀 你大不中流啊 嗯 我看田妃這小猴子啊 還真不錯 哎呀 早晚得結婚嘛 嗯 同學也沒什麼了 嗯 不過啊 我得告訴小姨 不能懷孕 嗯 怎麼告訴她啊 要不 買點避孕糖 放在他們抽屜裡啊 嗯 嗯 這樣好 哎 你別多省錢啊 要買就買好的 要買貴一點的 最好買名牌 哎呦 知道知道 嗯 關乎人命哪 媽 你要不要跟我說一下 哪個牌子好啊 哎呦 要死了 你都聽我們大人講的話了 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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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信了 回去吧 就是回去吧 走吧走吧 反正我們也沒事兒 我陪你一會兒啊 拜拜 走 小姨啊 你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這是爸爸的私房錢 爸 我有錢不要 拿著吧 爸爸年紀大了不需要錢了 買好吃的別虧了自己啊 哎 你哪裡來私房錢啊 我怎麼不知道啊 哎 那怎麼叫私房錢呢 在箱子裡呢 放好了是不是 對對對 走吧走吧 你們走吧 你們回去吧 回去吧啊 我來我來 爸媽照顧好自己啊 走吧走吧 快回吧阿姨再見 好好好 回吧回吧 走吧 我們走了啊 照顧好自己啊 一路平安 好 天芬 我想家了 別難過了 等我以後有錢了 在上海買了房子 把他們接過來住 走吧 走吧 你聞聞看 這什麼味道 聞不出來啊 我最近感冒了 鼻子不痛 這是香水味 而且是小路 經常用的那種 那個姓馬的老闆 最近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說什麼 我只是隨便問問 你不是說他老是找你查嗎 最近好像好多了 他不是說我要租車啊 他還主動要把車借給我 什麼 你動激動幹嘛 這這鼓語有雲啊 這是什麼 無視限殷勤 非奸即盜 對不對 我勸你啊 還是離他遠點 這是沒啥好心 我覺得吧 我覺得吧 嗯 那邊那個傢伙 更沒安好心 我怎麼沒見你 離人家遠點呢 你洗衣粉忘家了 那你換呢 快快 來 把你換的啊 死你幹什麼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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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我说 你洗衣服也不会挑挑时候啊 这几天天天下雨 你把我所有衣服都洗了 我明天上班穿什么呀 你以为我想洗啊 你衣服上那么浓的香水味 我闻难受死了 你难受管难受 你得注意注意方法嘛 我明天上班 你让我光着去啊 你凑合穿件脏的不行啊 我明天下班就给你买 好不好 我凭什么要凑合啊 我是谁 我现在是堂堂的田经理 田经理怎么了 又不是总理 我问你啊 小路的房子到底找到没有 他什么时候搬家 他那个 应该在找吧 不就我问问啊 你上网看看 这几天哪天是晴天 上什么晚上查天气 我现在就上网 马上去买他一个 带烘干的洗衣机 以后啊 不管下不下雨我都不怕 带烘干的洗衣机又怎么样呢 我跟你说 洗衣服就必须要晒太阳 我最喜欢 衣服上面那个太阳味了 天经理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个太阳啊 买太阳 行啊 等咱以后有钱了 一买买俩 一个呢给你照明 另外一个就晒衣服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要说 一买买俩 一个送给我 一个送给小路 不错 你还算有良心 亲爱的 我发工资了 晚上我们去逛街好不好 我今天还有案子 没有赶完呢 你去吧 我想给你买衬衫呢 你不信怎么办啊 我的尺寸你还不知道啊 对 你帮我买了得了 行啊 你帮我买了得了 行啊 你帮我买了得了 你帮我买了得了 行啊 你帮我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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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先生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其实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想给我男朋友 买一件衬衫 但他很忙 没有办法陪我去 我觉得 你跟他的身材差不多 所以我想找你帮他试一下 如果不合适的话呢 我就去换 我就到楼下去买 可以吗 如果不行的话 也没关系 那好吧 你欠我一个人情 谢谢 那我现在就去买啊 谢谢 喂 快回去工作 小姐 我们店真的搞活动 这件衣服打五折 您要试一下吗 这我穿的号吗 我帮您看一下 这就是您穿的号 您试一下吧 好 试一下 这边 这边 好 这边请 小心辣 慢点吃 对 嗯 嗯 今天蓝姐姐怎么那么晚 都还不回来 需要发工资 肯定去逛街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陪她去 本来我也想去的 后来不是公司说要开会 我去了吗 后来发现又不开了 我就回来了 你看 你看 连老天都在给我们 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吃完了 但没吃饱了 不然你整个蛋吃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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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的分我一点就好了 哎 不行 我吃过的 没事 我不嫌弃你 哎 来一点 好 够了 吃啊 好 小姐 您穿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看 您看您皮肤这么白 就应该穿这种颜色 哎 您不知道啊 这件衣服啊 上海啊只有这么一件了 您这穿在街上 一定是得一无二的 嗯 嗯 那我买一件吧 哎 好的 那我这就给您开票 好 那谢谢 不好意思啊 赶紧久等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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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试一下 你试一下呀 我 你这样看着我 怎么穿的 然后我转过去 嗯 嗯 嗯 怎么慢 好了 等一下 哎 回头了啊 好了 好了 站好了 嗯 你站回来我看 来 不错嘛 站回来 坐 回来吧 转过去 我说你怎么那么害羞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了 好了 谢谢 来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啊 回来了啊 回来了啊 来来来 站里皮 站里皮 这是给你买的新衬衫 真的啊 我打折的 花了我两百八呢 真的啊 怎么样 挺好的 再看看这棵 我的新裙子 同事和专柜小姐都说好看 桑残丝的 贴身穿特别舒服 最后一件 被我抢到了 多少钱啊 打没打折 打折我怎么会买呢 五折 打完折是四百五十八 什么 这么薄的料子要四百五十八 不是抢钱吗他们 田老师 你那么眼里只有钱呢 难道你看不出 一点美感吗 通常情况下 美感和钱是成正比的 越美就越贵 越贵就越美 你要问我美感嘛 也就值四百多吧 我去洗澡 蓝姐姐 别理她 男人的眼光啊 和女人永远都不一样 我要在商场 看到这件衣服 肯定给你抢人买 可惜呢 凡事都有先来后到 你晚了一步 真好看 面料真舒服 要我说啊 你去布料城买这些布料 然后呢 回来自己做一下 更便宜 其实衣服啊 这种行业 就是最暴利的行业 就是因为 你们女人钱好骗 你知道什么叫流行吗 那就是风水轮流转 现在不是又流行 什么复古风了吗 说白了 那就是那些土吊渣的衣服 又流行了呗 你现在回去啊 把你那些家里的 箱底的那些什么衣服啊 裤子啊 帽子啊 赶快捣吞出来 再修修改改 又能引领时尚潮流了 还不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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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钱 反正我就觉得 这件裙子好看 对了 你知道小陆 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说什么了 他跟我说 如果他在商场 不是 不是 看掉这条裙子 他一定会和我抢的 话中有话啊 我觉得吧 是你想太多了啊 你别跟人家 小女孩计较 这裙子吧 好是好看 但是太贵了吧 能退就退了吧 我就不退 是拿我自己 专的钱买的 你积积歪歪什么呀 你是不是男人啊 我批调批调跟你来着上海 我每天辛辛苦苦上班 下班有话还要给你做饭 还要给你洗衣服 我发了公司第一件事 你就给你买衬衫 我买个裙子 我好不容易 我犹豫半天 你既不惭愧也不敢动 还非让我给退了 开口闭口都是钱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看你好好 是我不对啊 是我对自己的宝贝关心不够 我向你认个错 好 还不理人了 宝贝 我得向你坦白 你穿这个裙子特好看 漂亮跟仙女似的 我这个人是心里阴暗 我是怕你穿得太漂亮了 给别人给抢走了 你看咱们现在是创业阶段 仙苦才能有天嘛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挣钱 呗 不说钱这咱 一定会积极进取 等我成功了呢 别说四百多的裙子 咱四千多的 正眼都不瞧一眼的 一到那个换季 我就带你去那个 米兰 纽约 巴黎扫货 用AOV的旅行箱 一箱一箱往回运 AOV旅行箱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个 AOV零钱包啊 零钱包啊 多少钱啊 几千块吧 几千块啊 又舍不得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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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这么大晚上啊 我也不知道 一个拎着大包小包的大妈 我看看 儿子 停费 妈 不是 说都不说 这就来了 自己儿子打什么招呼 你这 我进来 快点 渴死我了 快倒水 坐 妈 这俩姑娘是干啥的呀 你们注意钱 俩儿子你可别出事了啊 不是 妈你说什么呢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啊就是我一直要跟你说的 你未来的儿媳妇 岚小姨 小姨 阿姨好 那是 这是她妹妹啊 我 她是小璐 我同事 现在也是我室友 同事 对 儿子 这杯子不错啊 妈妈挺喜欢的 这样吧 妈妈把这带回家啊 这个杯子是我们 对啊 咱们俩的 你一个 妈妈你一个 就淡定了 行 阿姨 你渴了吧 我去给你倒点水 好嘞 那就来个淡淡的茶 给 给咱们泡杯茶去 你们俩是同事啊 同事 对 一个公司的 挺好 挺好 个儿挺高的啊 阿姨 你看上去真年轻 怎么保养的呀 你看你这身形头 这简直就是今年的混搭嘛 什么搭 混搭 搭什么呀 阿姨都老了 半截身子已经都肉土了 我这腰一直疼 儿子 我这次想去找一个 大点医院 好好检查检查 不是 妈 您腰疼啊 您上次打电话 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就是个腰疼 这腿一走路就 看着它就软 肠里检查的 做那个叫什么抄来着 鼻抄 查了 啥也没查出来 这不行啊 要不明天请半天病假 你去念抗病 有病可脱不脱 那这 阿姨 来 半个口水 吃一杯茶也怎么半天呢 烫死我了 烫住 来来来 谢谢阿姨 我不想跟您说这声 刚烧开的水 没烫到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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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烫到吧 没事 没事 儿子 可这样吧 你不能请假啊 我不是干换工作吗 妈妈的自己去 没事 那不行 没事 没事 你一个人来上海 人身地不熟的 万一跑丢了怎么办 小姨 明天要不你请半天假 陪她妈去看 你不好请假 我就好请假 没事明天我陪阿姨去吧 我正好有时间 是这样的 明天我跟小张呢 去送个文件 完了我跟她关系特别好 没有个号儿 应该没问题 来来 那就这样 咱俩没来就好吗 行 没问题 妈 我看还是这样 周末的时候 我和小姨一起 陪您去演谈病 应该怎么样 你刚才还不说吗 有病不能拖啊 行了 就这样 我就跟她去吧 可以 没问题 那多麻烦人家小陆 多不好意思啊 不麻烦 不麻烦的 阿姨交给我 你放一百二十个薪 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我陪阿姨去预约 听 听 听见没 放 放多少薪来着 一百二十个 你听见没 放一百二十个薪 就这样吧 那就麻烦小陆了 不客气 不客气 小姨 你看呢 你都决定还问我干嘛 阿姨 我明天要上班 我先回屋睡了 妈 你都决定了 你都决定了 你去看看她吧 你去看看她吧 没事 妈 待会儿啊 您就先在这儿休息休息 我呢出去看看 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旅馆 找什么旅馆呢 浪费钱 妈妈就睡着沙发得了 那不行 你腰又不好 睡着沙发多难受 而且住旅馆 花不了什么钱呢 行了 解开 妈妈试试 这不躺得挺舒服的吗 去 拿一张被子来 好了 就这么定了 被子 我还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被子 小姨 小姨 好像我有一床被子 而且是新的 阿姨待会儿我帮你去拿啊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儿子 我怎么觉得你朋友真不撒地呀 你脸不咔嚓 拉这么长 好像谁欠了她多少钱似的 你看那小姑娘 真讨人喜欢 就跟小喜气似的 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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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唧的 你追着 追着她 妈 你瞎说什么呢 我和人家就是同事关系 小璐 阿姨 来 这就是你的被子 我刚晒过的前两天 你闻闻可香呢 香香香香香 谢谢啊 不客气 阿姨 行了 你去睡吧 是挺想的 那我先回去睡了 我跟儿子说一会儿话啊 好 喂 儿子 追追追追 妈 这挺好的 以前呢我就是给你爸捅睡 就这捅捅捅捅 就由你了吗 那你睡吧 我去看玩笑 好 儿子 没事吧 我们吧 也不玩就看不玩了 小姨 睡了吗 如果你记得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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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小姨 所以这个新的部门 将会推动我们的股价 蓝小姨 蓝小姨 你能不能专心点 在开会呢 干吗 马先生 您可不可以出来一下 我不是说了 开会的时候 什么客人都不见 没听见吗 可是是董事长找您有事 谁 董事长 好 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 妈 你来干吗 如果你想找我聊天 在家里就可以 要是公事给我打电话 我在开会 你这样影响我了 回家说 我问你啊 你现在究竟还在不在家里住啊 回家说我能看得到你吗 每天我上床睡觉 你还没回来 这天一亮的 我起床里已经出去了 怎么 公司这么忙的吗 我当董事长有你忙吗 妈 阿姨你别激动 对心脏不好 妈 你老人家不忙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忙工作 你闭嘴 你真那么能干 我清闲啊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给我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会不知道 还沈雪来告诉我 你交什么样的人呢你 对 对 我交了 听说是公司的同事 是啊 来 叫过来给我看 妈 你这是干什么 如果你要看的话 我带回家就是了 但大家现在都在工作 好 我请告诉你 这个星期之内 你要带回来给我看 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要不然饶不了你 上去 走 你 走 这医院哪 人山人海的 像个大菜市场似的 这得排到猴年马月 才能轮到我们呢 有空位 快坐 真是天南海北的人 都来这儿看病 专家只有这几个 能不排队吗 要不这样 您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给我爸打电话 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他帮个忙什么的 谢谢啊 不行 等我一下啊 这次你闺女啊 真孝敬 我就一个儿子 她是我儿子同事 是不是来陪我看病的 那你儿子一定是你的吧 经理 好了 搞定了 我爸帮你约了 最权威的专家 我们现在就过去 哎呦 那感情好啊 那你爸是什么大官啊 录得怎么这么广啊 我爸呢 是做财务的 只不过在上海时间久了 所以认识的人比较多 对了 田飞的工作 也是我爸帮忙介绍的 但是他表现好 能力强 所以刚进公司 没多久就升职了 小陆啊 那真的好好地 感谢 感谢你吧 哎呀 哎呀 田飞意上你 你这个贵人呐 我不是什么贵人 就是跟他 比较有缘分